讲到相关资料在这个逻辑函数的程式 上个礼拜的东西 其实包含什么了 大概run一下 其实也没什么 就这些功能 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如何做输出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 当然有合格不合格或ABCD 不过是丢公式清除 然后成绩的话 当然直接输出合格不合格 还有成绩多种 不过这个不是丢公式 颜色部分有没有 我前面讲过颜色可以画红色的字 然后呢 黄色的底 红色的框线 有粗底字 把它清除掉 再来的话加框线 框框把它画一下 这个一行成绩而已 去除掉也是一行 OK 然后这个的话就多加两行 一行是画这一条线 双线 一条是画这一条线双线 有没有 这边多一行 多一行 程式的话就上个礼拜的东西 应该还有印象吧 所以如果你假设 上个礼拜我发现我们花很多力气都在讲我 讲这几个按钮怎么做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几个按钮不知道怎么做 回去把影片看过 你大概就知道了 还有云端上都有答案哦 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延伸出来 请各位注意一下 哪些地方多的 第一个请你把本来这下方有说明 请你把它删掉 第二个话这边有少一个栏位名称 把它补一下 这个叫姓名 你们A1好像本来是空的吧 你把它补姓名两个次 然后呢 我们后面要交规就是怎么样做表单 这个表单的话第一个哦 我要如何 所以待会讲的顺序 一 如何把这个表单给画出来 那这个表单做什么用途呢 基本上哦 就是让一般的使用者输入资料到我们的资料的下方 有没有 比如你现在把姓名填上去 答案考核一直到面试考核总共有四个栏位 所以会有四个 有没有 四个这个文字方块让它填 那我希望填完之后 它自动帮我把它带过来 所以这个把它带到这边来 这个把它一个萝卜坑就对了 其他的你想说老师他后面还有 这边还有三个 这三个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如果有 总共有三个成绩的话 那把这三个成绩怎么样 算一下平均就好了嘛 OK 或者甚至带公式过来可以 这个也带公式这也带公式 它就自动完成了 那所以我做一次看 比如说他有一个人叫AAA Enter下一个 它的成绩 然后把它填一下 那填完之后呢 按Enter 它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填过来了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底下这三个是自己自己变出来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我刚刚是把1234填过来对吧 然后这三个是自己变出来的 怎么变出来的 其实方法很多 最简单的方法是怎样 就丢公式就好 所以我这边其实只是把上面的公式一样丢到下面来 把它改一下变数就好了 有没有改那个I或改改一个变数都可以了 其实程式不用写太多 大概这样的 另外底下那个框线也顺便画一下 然后把这边的资料怎么样 清空一下 OK 这样的话好处就是以后你如果自己填写资料 或者是给别人填写资料就不会那么多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 当然 不过这边我记得我有防呆 什么叫防呆 如果他没输入资料按新增 一定会发现错误 所以怎么 他会一定警告 请一定输入 这个一定要输入 如果这个没输入 这一定要输入 没有输入他不让你过就对 就防呆 还有一点 如果我输入资料是120 当然不OK 因为成绩最多100分 120分 所以按新增的话 他要跳出什么 请输入0到100之间的数字 按确定 并且把这个去掉游标放回去 有没有发现 很贴心吧 另外他可能他填的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也不能 没办法计算啊 对 所以要防呆 没办法防呆 我看看 有没有 请输入阿拉伯数字 前面还有个XX 再来怎么样 一样 清掉 有没有放回去 这样的好处就怎么样 就避免说有些乱填写资料 而造成日后呢 你又要重新去检查 并且找出错误那些 那些动作了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前端控管好 后面就不用再做任何的事情了 因为都对的吧 资料一定是对的 这个方法很重要 因为之前有同学也是一样 他比如他工卖局 他底下有几百上千的经销商 然后他每天要经销商填资料 以前是丢一个Excel档给他 结果回来资料都乱七八糟 他每天就为了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资料变成可以用的资料 他一整天几乎都在检查那些错误 后来他用了另外的方法 做表单 他从此就幸福了 为什么 因为不用再检查了 因为他也没办法乱key 有没有 因为他有规则嘛 你key错了 抱歉 过不了 过不了 对不对 你没办法填 除非你一定要填对的资料 按新增 而且会自动计算 另外还有一点哦 关掉之后有没有 有的厂商会乱填 比如他本来是BBB改C 有没有发现 这里是怎么样 没办法改 因为我把它保护起来了 所以哦 那厂商回来的东西 根本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所以哦 他以前要做的事情 从此都不需要花时间 我发现哇 神要好多力气哦 现在是太好了 OK 所以哦 这个输入部分哦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问我的问题 都是源头没空管 就是比如说这个人输入是这样 那个人输入那样 那个你ABC三种不一样 或者是ABC三个不同分店 三种不同的输入方法 他就问我说老师要怎么把这多种的格式 变成可以放在同一张表里 我说你为什么不刚开始控管一下 你现在才弄 不是真的是 自己找自己麻烦吗 对不对 OK 可不可以做可以 但问题是为什么要浪费那个时间 你前面你让人家输入的时候你就先设定好就好了嘛 对不对哦 就像这样子哦 就OK了 那你最后再把它合并 就简单了嘛 OK哦 所以呢 待会要跟各位讲哦 如何做这个 这个什么 表单 有没有 这个叫表单 第二个话呢 如何在 让人家填完之后放到这里自动产生一个新的 第三个最后的话呢 就是做资料保护啦 不能让人家随便填 那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其实我在教育里面 已经有保护工作表 除非呢 他要取消 他要有密码 他没有密码 他也不OK 他不能乱填啦 有没有 除非要知道密码 怎么知道密码 当然就是要自己知道 OK 你不要告诉他 这样就不会有事了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 第一步的话 首先一样要把那个我们的Visual Basic环境打开 第一步 开发人员 表单从哪边 记得 他的位置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产生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话 要怎么产生 一 请你直接在你的专案上面按右键 任何个地方都可以 之前我们是插入模组 他那个东西叫什么 插入自定表单 OK这个东西哦 那插入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叫做User Phone 1 我已经有了 我再插入一个 User Phone 2 没关系 我先插入一个 User Phone 2 然后再来做什么呢 我们待会呢 就是要把这个 刚刚这个 的这个样子画出来 那什么画 待会我在细节部分跟各位讲一下 好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这个档案先打 如果你上礼拜 假设他实在不信没存到档的话 没关系 你只要把什么 把那个下面那个说明删掉 然后A1的储存格填姓名两个次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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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